谈谈惨案造成了四位民众罹难 目前还有两名学童是下落不明的 不过幸运的是落水的其中一位 九岁王姓女童 她在意外发生了当时 她惊险地抓住了树枝 并且冷静地吹哨呼救 在16号晚上获救 女童惊险地求救画面现在也曝光 而教育局则在今天上午宣布 罹难的学童家属可以获得 110万元的赔偿金 谈谈惨案第三天 救难人员在湍急的溪流中 持续寻找两名失踪孩童的身影 幸运的是落水的其中一名 王姓女童竟然奇迹生还 民众急急忙忙跑进派出所 后方一名男子相当慌张 手上还抱着一名 穿着蓝色上衣的小女童满脸惊恐 原来这名王姓女童 当初也在失脸名单上 落水意外发生后 小女童及时抓住西边树枝 在湍急的河流中 冷静地先踩住大石自救 站稳脚步后 女童赶快穿上鲜艳的蓝色上衣 并拿出包包中的哨子 不停垂少求救 最后终于在16号晚间 成功获救逃离现场 同台学员家长都哽咽直呼 这真的是奇迹 据了解生还女童 从小学一年级起 就开始参加自然体验营 过去累积的相关经验 成了关键点 让她在这次的危机中 得以幸运逃生 其中还有民众目击落水女童 在西边抓住树枝 大声呼救的惊险瞬间 有小朋友在公厕的下面的水里面 那个已经堪比海浪了 他就抓着那个 最靠近水面 垂上水面 就是他昨天抓住的那个 胡包谈惨案 仍有两名孩童下落不明 旧男人员持续在西中搜救 希望及早将失踪 孩童巡获 另外教育局也在上午宣布 不幸罹难的两名孩童家属 可获保险给付和慰问金 共110万元 但再多的赔偿金也弥补不回 失去家人的悲痛心情 记者新北综合报道